新冠疫情肆虐全国上下在忙着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 但是在东海岸登家楼的巴士总站就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觉得 接种疫苗对他们来说就好像遥不可及的梦 流浪汉透露他们也希望像其他人一样尽早接种疫苗 担心自己在人来人往的巴士站感染新冠病毒 每个夜晚无依无靠的流浪汉就以刮拉登家楼的巴士总站为家 一天三餐有没有着落完全无人理会 虽然现在全城最热门的话题是打疫苗 但是就好像与流浪汉扯不上关系 流浪汉说他们是被边缘化的一群无人关心 但是他们心里其实是多么的渴望可以尽早接种疫苗 就在昨天晚上刮拉登家楼一座清真寺的理事 就到巴士总站派发食物给流浪汉 随着政府落实封锁令后 人们的行动受到限制 到刮拉登家楼巴士总站失与援助的人也减少了 流浪汉除了希望得到食物援助 也希望紧早施打疫苗保住性命